昨天外資單日賣潮782億 死上第三高嚇死人 到底在賣什麼意思 今天台股的反彈 是談真的還是談假的 今天節目中 通通幫你完成解答 大家好 我是林宇凱 今天二話不說 直接開唱 好不好 這個張碧城 對岸的歌手 自治劇唱歌還滿好聽的 直接來囉 他自自為提看隨你 你自己嚇到快昏迷 他不過賣草將近800億 你卻害怕不已 第三件有怪怪的 重點是什麼 外資有說看隨台股嗎 你自己已經嚇到快昏迷了 賣個800億而已 有什麼好怕的 好不好 當然800億是很驚人沒有錯 782億 將近800億元的這個賣草金額 會有很多人開始討論 為什麼要大賣 到底為什麼賣成這個樣子 從中大概不脫離這四種原因 大賣到底為了誰 這四個原因 你會發現越上面 這個討論度越高 越多人在討論 這是不是降息 地緣政治風險什麼的 越上面討論的人越高 好不好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首先降息機率的下降 確實在這個聯準會的票尾 什麼叫票尾 有投票權的委員 票尾沃勒 講完話之後 三月降息的機率 從原本最高一度有看到 80%以上 降到65個百分點 80多%降到65% 可是就像我講的 到3月21號的利率決議前 還有好一段路要走 還有好幾個數據要公布 2月1號還有一次利率決議 雖然2月不會 應該不會去期待 2月對利率做出任何調整 可是在這個會議上 這些委員們 他就會有一些表態了 市長就會看 然後2月要不要公布CPI PPI 非農 3月要不要公布CPI PPI非農 運價 對不對 鴻海 還有什麼 中東局勢 中東局勢現在 伊朗 伊拉克 會不會讓油價大漲嗎 通通公布完之後 才是3月的利率決議 換句話說 變數還很多 那 現在就去斷言說 3月一定怎麼樣 所以造成外資開始大逃殺 我認為叫做言之過早 叫做言之過早 那地緣政治風險怎麼看 更是言之過早 畢竟現在沒有任何的 徵兆顯示 或者是市警 如果說 民進黨執政就有風險 就不敢買股票 那我講一句很坦白的 你應該從2016年開始就不要買股票 沒錯吧 從蔡總統執政開始你就不要買股票 那這幾年台股的萬五萬六萬七萬八 應該都不關你的事 至少啦好不好 至少520之前 兩岸的局勢都會是相對安定的 我講過嘛 小滴在下我這個出生於政治世家 所以我有透過關係 去特別請教一些藍綠的大佬級人物 其實藍綠的論點它是很一致的 對岸如果真的要有什麼動作 我會先看這個賴副總統 520就職演說 我看看你怎麼講 再來決定怎麼回應 對不對 我看你針對兩岸關係 你的論述是什麼 對岸再來決定說 我要來軟的還是來硬的 所以520過後再討論 這算是兩岸當局普遍的一個共識 那至於台積電的法說呢 現在應該正在如火如荼的召開當中 所以今天晚上的發文 我會第一時間幫大家整理重點 你只要加入我的LINE LINE在這個地方 小小數WN16888 AdWIN16888 好不好 很簡單 好不好 加入我的LINE 晚上我會給你第一時間的解析 但是我個人認為 因為市場 現在已經有比較悲觀的預期 對不對 營收 季減 毛利下降到51% 變成快要五成保衛戰了 資本支出300億 這個全年EPS 大概是有一個相對悲觀的預期 所以萬一真的講得很爛 反而叫做符合預期 可是如果講得稍微這麼好一點點呢 那就是優於預期囉 那就是優於預期囉 就很有利於台股表現囉 反正好或不好 鎖定我的LINE就對了 好 那回到這一張 最後一點 壓低結算 這真的很少很少很少有人講 可是當然第一個 我認為多說無益 這個最後結果論 如果說結算後 台積電法說結束後 下個禮拜 台股整個拉起來 你會發現結算之後 減轉折 你就知道我是對的 好不好 可是這邊我講一個最簡單的邏輯 最基本的邏輯 如果說外資他真的看空台股 現貨賣那麼兇嘛 如果外資真的看空台股 他為什麼不兩手賣 現貨也賣嘛 期貨不要補啊 或者期貨加空啊 對不對 可是他的做法是 用期貨去壓指數 可是呢 期貨是回補的喔 期貨他是4000口4000口 2000口這樣回補的喔 期貨叫做獲利出場喔 他過去三天補了一萬兩千口耶 我假設啦 一口賺10萬塊好不好 他已經可以先把12億 放在口袋裡了耶 那你要想 外資是真的看空嗎 如果看空不要補啊 那麼有骨氣不要補啊 對不對 但是我知道 光是這些論點 還不足以去消磨 你對外資大賣的恐懼 我給你一個數據 來 我們知道說昨天 780而已 這個是史上排名第三嘛 那我們把前10名都列出來 好 然後我們去抓喔 賣超金額 就是說單日大賣之後 後面20天 大概抓一個月左右 後面20天的漲跌是怎麼樣的 你會發現 第一名 賣超944億之後呢 20天之後 漲了3.2% 第二名 823億之後 後面漲了2% 這一次不知道 打個問號 第四名就跌了 可是第五名呢 又漲了 第六名又跌了 第七名 第八名 第九名又漲了 第十名又跌了 所以其實你從這些歷史資料去做一個判斷 你會發現 外資單日賣超有很驚人的944億有823億有600多億500多億 都是非常驚人的金額 可是問題是如果我們去看後一個月的表現 如果你真的要講六次是漲的 三次是跌的 你真的要以這個大賣七百八十二億來去當作未來行情會往下走的原因 恐怕這個無法說服我 好不好 你真的要我去看 看出一個趨勢來的話 我認為你要我去找 假設啦 單純是猜測丟銅板的話 我一定猜漲啊 不是嗎 九次裡面六次漲啊 所以七百八十二億本身有沒有什麼太過不得了太過驚人的意義 我倒不覺得 好不好 那這個數據夠直接了吧 這很直接了嘛 而且我覺得我們來講感受好不好 你自己憑良心說 你昨天有感覺外資賣了800億嗎 你會覺得台股的氛圍是跌的 因為畢竟也是跌了185點嘛 有跌 可是你感受不出來 它賣超800億 感受不出來 就像我昨天晚上發文說的 以前呢 外資賣1億 台股跌一點 以前的觀念是這樣 外資賣1億台股跌一點 可是禮拜二呢 外資賣超了451億 台股直跌199點 對吧 這一天賣451億 台股直跌199點 昨天呢 幾乎是Double賣 451億再來一個 將近800億給你砸下來 台股跌得更少 才185點 到底是什麼強大的力量 能夠支撐 外資這種毫無顧忌的灌壓式的賣壓呢 這個才值得思考吧 誰有辦法撐得住 對吧 其實現在外資對於台股 已經沒有那種 絕對的統治力了 你知道嗎 慢慢你會發現 外資買超 可以助漲 外資賣超 不一定駐跌 台股真正的主流力道 是在什麼地方 台股的主流力道 挺的是哪一個方向 我覺得這個是現階段 非常值得大家思考的問題 把這個問題想通了 你的獲利就通了 先休息一下 過去兩天我一直強調 大跌你要找機會 比方說 聯發科這樣的機會 有沒有一檔股票 能夠從273漲到1215 複製這種路徑 聯發科當初靠的是什麼 靠的是2021年 EPS從26塊跳到70.5元 聯發科這樣的機會有沒有 又比方說 有沒有富士達這樣的機會 搭載到一個折疊手機的順風車 軸承產品 讓今年EPS有翻倍這樣的展望 股價就可以從177.5元 漲到522元 有沒有這樣的機會呢 那富士達今天表現比較弱 可是就像我昨天講的 這我們昨天的訊息 昨天富士達是逆勢 黑帆紅嘛 再創掛牌新高 獲利幅度45% 價差超過160元 這到昨天為止是這樣子 那今天就算是回跌 我就當作獲利回吐一點點而已 這不會是今天要討論的重點 重點是你要看 對不對 如果已經有聯發科 已經有富士達這樣子的成功案例 那有現成的兩檔股票 最強蓋牌股 鐵絲玉玲瓏 它同樣掌握到AIPC 這個今年最熱的題材 然後呢 它的產品又是它的關鍵零組件 一檔EPS可以翻倍 一檔EPS可以翻到三倍去 這不就是最好的機會嗎 它有這樣的展望 而且股價還沒有完全反應 拉回是不是你最好的機會 就是如此啊 我們常講喔 操作有所謂的節奏 會口水喔 漲的時候你要怎麼做 跌的時候你要怎麼做 節奏正確 獲利就會正確 就跟跳舞一樣嘛 跳Tango嘛 腳步踩對了 才能展現出最曼妙的舞姿 那台股連續回檔兩天之後 我們要專注的 反而是哪些股票可以逢低買 就像我昨天也會講 聯發科 玉泰等等這些股票 可能都是一個選擇 可是他們 目前比較浮現的 比較偏向是技術面的買點 可是這兩檔股票 最強蓋牌股跟鐵石玉玲瓏 它屬於要走一個 上漲大波段錢的一個小小震盪 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喔 這完全不同的概念喔 這個才會是今天的重點 那當然今天另外一個重點 台積電法縮會 所以呢 我們先看一下台積電股價 你會看到法縮錢喔 走勢還不錯欸 對不對 台股跌 它有跌嗎 我更正今天台股是漲的好不好 今天台積電是撐盤的喔 上漲1.2個百分點 收紅K 重點是什麼 相關概念股 雅翔也是紅K 中砂還先創新高 紅碩表現也不差 萬潤大漲3% 再創收盤新高 我就說了今天的法縮會 即便股價要觀望一下 都是正常的 可是因為市場已經有一個預期心理了 預期心理是什麼 不會太好 一個比較負面的悲觀的預期心理 這同一時間其實也說明了 為什麼外資要在上個禮拜 部署這麼多的空單 你看一切都很合理喔 因為有大選過後 大選的預防性空單 然後這個禮拜本身台積電法術會他就看不好了 布一些空單一切都是很合理的 這個就叫邏輯 You know 這就叫邏輯 好 所以說 這都是我們後續可以去做留意的部分 好 那我們接著往下看 經濟科 昨天我們已經講了 這個先去做一趟這個獲利了結的動作 先做獲利了結 今天也是下跌3.7個百分點 那經濟科這概念是什麼 因為它畢竟是我說過 投機性質比較強的股票 5G都沒有賺錢嘛 今年漲的就是無非是一個題材 是一種氛圍 那接下來已經到了1月18號了 其實丙總 撤資金的前提 有可能這種投機股會先撤 所以昨天黑黑先去做一趟獲利了結 沒有什麼不對 而且節目上我有提醒你的 節目上我是有提醒你的 就像我講的 這其實只是暴賺跟大賺的差別而已 經濟科來看一下 1月3號起漲第一根 我就提醒過你囉 那如果是昨天賣呢 殺下來拉上去 隨便賣啦 坦白講真的隨便賣啦 都是380 390啦 你的成本如果在這個地方 200多 300塊的話 不是隨便出隨便都大賺嗎 好 那我們再來看年發科 哎唷 收紅K囉 收紅K囉 我已經提醒過你囉 我講得很清楚 聯發科一路往下殺的同時 我說過你要注意要承接了 但是你的承接點不會是我們去年度分享的那個鐵支撐800塊 那既然可以開始做承接 又不會是800塊你要去上修 那昨天聯發科最低來到879元會不會是一個機會呢 連同玉太也是一樣 但是玉太的狀況比較不相同的是 它今天繼續往下走 而且最低點有來到401.5元 記不記得我說玉太的鐵支撐在哪裡 C8Q 好 建設部分也是一樣 我說過他用這個兩個禮拜的時間來去測試700塊 去測試700塊 創高今天又做一個拉回 同樣在做測試700塊的這個動作 700塊踩穩了 底就打好了 好 資源 昨天創新高今天小幅度的拉回 那因為我講過 它在併購這家美國IP廠 它是有一個戰略意義的 第一點 為了什麼 為了先進製程 資源 然後人家想說 你併購IP廠也沒有優勢 你本來就是IP廠 人家是安國IC設計去併購 新型半導體有意義 然後那個神盾去併購有意義 我們IC設計去併購 我這個叫做業務的 等於說是跨一個領域 是跨領域 可是IP併IP有什麼意思 它戰略意義叫做是先進製程 好不好 資源在成熟製程沒有問題 可是先進製程還是有一點缺陷 所以它現在併了這家美國公司 補足先進製程的這一塊 第二點為了什麼 為了台積電的供應鏈 你認為當今年度AI時代來臨 走到先進製程之後 誰會是霸主 除了台積電還能是誰 所以這家公司本來就是 台積電長期的合作夥伴 並不就是一個最好的戰略意義嗎 所以以今年各大法人評估的EPS來看 當然大家都是有成長的 可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資源是當中這六七檔IP股當中 我們本益比最低的 不到40倍 不到40倍 三十八 三十八 三十九而已 其實行情好的時候 IP股的本益比可以容許到 一百倍 兩百倍 現在股王四星大約在55倍左右 那這可以當指標來看 除了四星之外 其他的IP股 約莫都落在50倍以上 50倍以上 所以不到40倍 就是資源最大的優勢 好 那M31也很強 今天也創收盤新高 那M31當然 它的本益比會比資源來得高 可是這是另外一個操作的邏輯 這叫什麼 技術面玄估 我是不是在月初的時候就告訴你 月初跟你分享 看這兩支就對了 一月回來第一天 一月二號台股先跌77點 隔天再跌300點 這兩支K棒至關重要 至關重要 尤其是一月三號台股大跌300點那天 我就講了 你只需要看兩支K棒 你只需要看兩支K棒 就兩根就好了 這兩天大盤修正 可是能夠做到逆勢抗跌的 甚至是逆勢上漲的 當中叫內油引擎 不是汽車引擎 內油引擎 有可能背後是有大戶在撐盤的 M31是不是經典 對不對 一根兩根看穩了 當時多少錢 在1040塊左右噴上去 這樣就40% 這樣就40% 同樣的概念去看 同樣是散熱 為什麼齊鴻它是相對強的 它是能夠創高的 它跟雙鴻比起來 顯然比較強 對不對 同樣的概念 為什麼同樣是機殼腸 偉訊可以創新高 秦城可以創歷史新高 可是銀邦呢 往下走 你看這兩根就知道了 1月2號 1月3號 銀邦收紅K 可是連續跌兩天啊 連續破跌兩天啊 所以不要小看這兩根 不要小看這兩根 這個是短線上 我們可以透過技術面旋骨 去挑出一些強制骨的方式 那這一點當然我也 絲毫不長期的跟大家做分享 不過最後話題我們還是要回歸到這邊 今天跟大家說真抱歉 這個喉嚨真的比較不舒服 一定要一沙喝水 來我們的蓋牌股 鐵絲玉玲瓏 以及最強蓋牌股的這兩檔股票 坦白說1月的表現是普普通通 甚至沒有富士達來的牆 可是我看的是什麼 是他具備富士達的潛力 搭到一個題材的熱潮 折疊手機 然後呢 軸承是折疊手機的什麼 關鍵嘛 你沒有軸承怎麼折嘛 對吧 以後還要三折呢 三折要兩個軸承啊 展望是什麼 今年EPS 也機會拼翻倍喔 所以呢 股價可以從去年最低 177.5元 漲到522 這是幾倍你自己算 他有富士達的潛力不是嗎 同樣都是AIPC的題材 同樣是AIPC當中的關鍵零組件 同樣的EPS翻倍 另外一檔跟不得了 至少三倍 那當然我也不會跟你講說什麼 我富士達100多就買了 不可能的事情 我節目上講得很清楚 我們是在12月 12月富士達跌破月線的時候 我就跟你講 現在一堆人在蹭富士達啦 蹭的有夠無恥的 你就問他 你12月之後富士達跌破月線的時候 你有沒有嗎 12月底1月初 這個什麼華為要砍單照例的時候 砍單折疊機訂單的時候 你有沒有嗎 兩個答案都沒有的話 你什麼都不用講了 你只是看他創新高來趁熱度而已 好嗎 好我們是在12月20號 跌破月線的時候 我公開表示 400塊以下都叫合理價 市場利空來了 華為砍單啊 我照樣跟你講啊 400塊以下買 不要買照例 就買富士達 我講得非常清楚 重點是呢 300多塊下去買 還是可以賺45% 還是可以賺160塊 就像我一直告訴你的嘛 已經知道終點 何必害怕上車 假設富士達 我看的是500塊 600塊 700塊的目標價 那從100多塊 漲到300多塊 這只是一個過程 我為什麼要害怕 300多塊不能買嗎 所以這個就是我這幾天 一直請你 一定要來 來做這兩檔股票 單股體驗的原因 做單股體驗 可是節目最後 我還是跟大家報告一下 上個禮拜推出的這個專案 單股體驗 我上禮拜講得非常清楚了 我不希望為了什麼 我們要業績 為了客戶 犧牲團隊的整體利益 因為這種股票 一定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籌碼越干净越好 我本來預計要賺 100%好了 為了最後我要很多人加入 搞得大家一起 只賺30% 這就不是我的本意了 我還是要以團隊 最大利益為前提 所以沒有辦法 我必須限定名額 一開始我就講好了 上週我就講好了 99個 你看這邊打個X都還看得到 一開始就限定99個 99就是99 很感謝大家的踴躍參與 到昨天我們節目播出的時候 為什麼在這邊寫個8 昨天下午2點多鐘 節目播出 還剩下8個名額 當然很快 等我昨天3點多 回到公司 已經通通而滿了 所以我們活動就結束了 只是說 昨天晚上還是有非常多的網友 他不是看中視 他可能是看我的YouTube影片 林玉海分析師 看YouTube影片 所以晚上還是一直來詢問 所以這邊 同意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一個單股體驗的活動 已經截止了 除非有一種狀況 我可以處理 有一種狀況例外 因為昨天也有一位 就是你也許在昨天的早上 前天或者是更早之前 你來詢問過 你來詢問說我要單股體驗 可是因為我們服務人員太忙了 因為人太多了 而把你忽略了 你有先表態 這是你的權益 好不好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我可以特別的為你保留名額 可是除了這種情況之外 我們的這一個單股體驗計畫 就真的全面截止了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 這一次的支持 一次陳竹鼓單股體驗 好不好 現在已經全面截止了 那同樣的 不會因為截止 而就打亂我們的布局 同樣的我還是認為說 富士達也好 富士達的例子 聯發客的例子 都能夠成為 最強蓋牌股 鐵士運營農的借鏡 什麼樣的股票 今年會好 什麼樣的股票 可以賺一個大波段 好不好 這個答案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大跌找機會 其實就是這麼一回事 已經知道終點 何必害怕上車 我們明見 掰掰 如果周杰林總統 我們先去吃 我們下次再認識 我們下次再見 你們下次再見 劏 aku 有 謝謝 我 我們下次再見